现在我们有这么多武器了,我们发财了爸表哥。 是啊,来吧,我们出去吧。 好家伙这是啥情况? 是啊,好多村民抓住了我们。 完了呀,这可不是好事。 不过我有一瓶隐身药水。 哇呀,那我怎么办啊? 你别着急,我会想办法去救你的。 当我喝了药水之后,村民们就发现不到我了。 还真是隐身了呀,你可要记得来救我啊。 放心吧,我不能放弃我的朋友的。 看来没办法了,我只能跟这些村民走了,他们要把我关起来。 所有人都看不到我,这个药水作用还真大,我必须跟踪米奇,这样我才能知道他在哪里,我得去救米奇。 看来我们今天要完密室逃脱了,希望表哥能来救我吧。 我听村民说这个密室无懈可击,希望这不是真的,我会离开这个密室的,我会向你们所有人报仇的。 我一定会救米奇的,但现在想逃跑计划还为时过早,现在我要去观察一下地形,谁能想到这个密室就在附近。 真不敢相信,我们似乎要坐电梯去地下,这一下可坏了,也不知道表哥他没看到我,也没关系,我是个天才,我可以逃出密室的。 虽然我必须承认他被保护得很好,但是我还是有很多方法来搞定的。 好家伙,还给我穿上衣服了,这也太丑了吧,不过也没法子。 我得混进去查看一下地形,要不在外边根本啥也看不到,换个衣服再偷偷溜进去,希望没人会注意到我。 果然村民都很蠢,直接就带我去地下密室了,希望我能救米奇。 太好了,我很幸运,我没想到我能进到密室中,他们把我当成别人了。 这家伙,好多人在用健身器材,也许米奇应该锻炼锻炼了。 哎呦,这里居然有这么多钻石矿,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米奇呀,他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,一楼他也不在,也许他被转移到另一个密室什么的,这是我唯一的猜测。 哎呀,太好了,那是米奇。 这里有多无聊,连动画片都不能看。 哎呦,我的天,表哥你居然这么快就来了啊,你是来拯救我的,你是怎么进来的,这里的守卫几森严大。 你可别吵吵了,你这么喊我肯定要被发现的,好家伙玩犊子了。 哎呀,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,你们居然把我扔出来了,这都怪米奇,这小子得意忘形了,直接把我暴露了。 好吧,我现在要从长计议了,看来从正门逃出很难了。 我有另一个主意,我会试着进入隧道进入密室,这需要很长时间,但这是唯一的出路。 太好了,我好像挖到墙了,现在我得想办法救米奇,他就在二楼,看起来守卫并不多。 居然有监控,不行我必须要做点手脚,还好我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,这样我就可以破坏密室中的监控了。 成功了,我做到了,我很幸运,没人发现,去救米奇。 我必须拿到钥匙,但是需要打印一个村民才行,当然我需要伪装一下,隐身药水那种高级货已经没有了,不过这种石头伪装也还可以。 你们看,我看起来完全是用石头做的,我要打败这两个守卫,才能拿到钥匙,他们巡逻过去,很快就会回来。 然后一人给他们一棒子,马上他们就倒地了,太好了,我不敢相信我要击倒两个村民,现在我得从箱子里拿钥匙了,在守卫醒来之前。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表哥。 你闭嘴,别说话,我们得在被抓之前逃出密室,村民的武器挺好用的,我们可以拿走,如果遇到意外我们也可以保护一下自己,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 虽然我觉得电梯不是个好主意,外面肯定有一大群警卫。 先别着急,我先要一线,D&T,以防万一。 电梯来了,好家伙这么多村民啊。 哈哈,没想到吧,我们安装了D&T。 密奇你的谨慎帮助我们打败了他们,现在我们可以想办法出去了,电梯已经不能走了,需要通过我发出的秘密通道出去。 你早说呀,要不我们何必去电梯啊,终于出来了,不行我要包护这些村民。 但我们必须赶紧回家拿装备。 太好了,我们到了我们家,我终于可以脱掉这些丑陋的衣服了,我们是村里最强的玩家。 是啊,所以我们要去报复他们。 是的,拿好东西了,我们走吧,这帮村民抢着我们玩密室逃跑,必须惩罚他们。 几乎所有的村民现在都在等我们进攻,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。 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打不过我们,我只看到几个村民而已。 那还等什么,显然这里没有其他人。 太好了,这个武器太不可思议了,打这些村民简直太简单了吧。 看来我们能很快打败他们。 是啊,他们应该是低估我们的实力了。 追回我们去屋子里拿东西,他们应该不会阻止我们了。 好家伙,这里还有坦克呢。 早知道我们开着坦克出去多有趣。 看看这些箱子,好家伙,这里有这么多好东西啊。 所以我们这次真的发了哈哈。 哈哈,我们肯定需要他们,我们还有更强的武器。 看来之后打墨影龙会非常简单了,米奇居然掉入海里了。 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一座海岛上,我们是从另一面登陆的。 今天要晚一下海岛生存,这里生存条件还算可以,有很多木材。 当然我们要跟米奇一起争夺这些资源,最终等待救援坐飞机离开。 那是什么,我们现在在空中还是什么,为什么这个岛会飞呢? 好家伙,是你捣乱的吗?你把我们困住了吗?我是产生幻觉了,还是怎么啦? 我怎么知道这么奇怪的事,但是我感觉这是这场游戏的规则而已。 你有什么事要瞒着我,现在就告诉我。 我只是猜的,应该是随机海岛生存罢了。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奇怪,不过我们还是要赶紧生存了,要抓紧建立房子,这样我们才能对付更多的困难。 总的来说房子已经准备好了,我觉得这里挺舒服的,所以我们可以住在这里。 米奇在找什么东西? 他试图彻底搜查这个岛,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,我们应该给他点颜色看看。 不要试图在这里制定自己的规则,我们必须保护自己,不能像米奇这样的坏人的伤害。 让我们去看看他的位置,啊,我看他也决定盖房子了,这怎么能行呢? 先给他破坏一下,我要让他损失很多资源,这样他就不会玩到最后了。 我要成为这一次最后走出海岛的玩家。 好家伙,这什么情况?我的资源啊?天啊,这太可怕了。 看来我偷袭成功了,哈哈,快点溜回去吧。 我们必须要不断阻止米奇生存下去,米奇真的去打猎了,看来他的食物被我炸掉了,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这里的猪都非常厉害,他们只装备了长棍。 辣条你们看啥呢?赶紧帮忙啦,你们有食物吗? 我才不去呢,这可是野猪啊,你不怕他们反击吗?你的家人还挺happy的,一会你就得哭,你看被野猪拱了吧? 想吃他们的肉,哪有那么容易啊?我们就等米奇他们全都摔倒再出手,这样猪肉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。 我可不想跟米奇分享食物,毕竟这是一次生存比赛嘛,我们去做些吃的吧,嘿嘿,因为我饿了。 现在我们上个火,煎点肉。 我们也分给米奇一些肉,虽然是比赛,但是毕竟我们是朋友嘛,我们也要生火做饭的,好家伙居然有爆炸出现,正好我们不需要钻木取火了呀。 我想米奇单一会肯定要开始破坏,因为这小子一肚子坏水,他不可能让我们拿更多的肉的。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,海岛居然出现了龙卷风,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,因为龙卷风非常狠啊,他居然直接通我们来了,我们太倒霉了。 我这房子是最不好的选择,我们已经要去地下室,只有在地下才是最安全的,趁我们有时间就坐在这里吧,我们可以在地下等龙卷风过去。 我认为这样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,先坐在这里吧,看起来我们很安全,你们可以看看这龙卷风多厉害,我们的烤肉啥的都被他卷走了,没听说这龙卷风还爱吃烤肉啊。 还有我们的避难所也被破坏了,不过好消息是他转向了,应该是去其他地方了。 我的天啊,这怎么有龙卷风啊,我的妈呀好倒霉啊,我们要赶紧去树上躲避一下。 谁能想到米奇居然躲在了树上,这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啊,龙卷风的可怕,连百年巨树都挡不住的,龙卷风会摧毁沿途的一切。 这样我们的房子直接就被摧毁了呀,这太可怕了。 米奇还没意识到更可怕的,那就是他们在树上很危险。 哎呀,我的天啊,哎呀要玩独自了,看来我们有麻烦了。 龙卷风带走了米奇他们,米奇应该补充一下这些知识,这样以后的野外生存,才不会做出刚才那种搞笑的事情。 好在这次龙卷风比较小,米奇他们还算走运,而我们更安全了,我们成功地躲避了灾难。 看起来龙卷风已经消失了,哈哈,米奇他们也醒来了,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事了。 海岛上居然来了一些螃蟹,可是这个头太大了。 兄弟们,这种情况的生存,我们两拨人谁才能获胜离开呢? 我们刚看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电影,现在我们该怎么睡觉呢? 电影真的很可怕,但提一看的人是你啊。 但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可怕,我们决定还是早点睡觉吧,否则明天会迟到。 我们明天计划去游泳池,晚安杰杰。 就在大家即将入睡时,杰杰突然提醒米奇请不要打呼噜,你的呼噜声会让我整夜难以入眠。 明天对我们都很重要,你这样会让我无法休息。 那些脚步声是什么?他们听起来像是巨人的脚步。 米奇醒一醒,米奇快点醒来,你快要错过精彩部分了。 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 你为什么这么突然叫醒我?我真的很困,到底发生了什么? 我也不清楚,但外面确实有事情在发生。 我听到了像巨人或怪物的巨大脚步声,声音似乎来自那个山洞。 我们注意到村民们行动迅速表情专注,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。 我从未见过村民这么专注过,我猜他们是去洞穴的,但为什么他们会对那里感兴趣呢? 他们可能只是在处理自己的事情,或许他们在那里发放免费冰淇淋,我们得回去睡觉。 姐姐醒一醒,现在不能再睡了,既然我已经决定叫醒你,我们就得弄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我感到好奇心盎然无法入眠,于是我决定观察窗外的情况。 我朝窗外一看,村庄的居民还没有返回,村庄里一个人都没有,这真的很奇怪。 首先是那些奇怪的声音,巨人的脚步声,军民们急匆匆的去洞穴却迟迟未归,这一切让人不寒而令,我们必须亲自探查洞穴。 我觉得我们应该亲自去洞穴看看,我决定拿起武器深夜中踏向洞穴。 姐姐你确定我们该进去吗?现在是夜晚,里面一定非常可怕,我害怕看向洞穴的窗外,更不用说进去了,我不想迷路,更不想永远留在那里。 不管怎样我必须去查看洞穴,否则我的好奇心不会让我安睡,你已经把我叫醒了,现在我即使想睡也睡不着了。 来吧米奇,我们将一起面对,我们以前也去过那里,我们可以再去一次,即使我们今晚看了那么可怕的电影。 虽然进入洞穴令人心惊胆战,但我们曾经是无谓的勇士,面对这个巨大的可怕洞穴也不例外,里面可能有怪物或巨人。 我仍然被那些巨大的脚步声所困扰,这么大的巨型怪物真的存在吗?我很想亲眼看看。 我注意到水面和巨大的脚印,这些都加剧了我们的恐惧,你看那水和那些脚印,它们让我更加害怕,你确定我们应该进去吗? 因为在那部电影中,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,主角们迷失在一个巨大的迷宫里,再也没能回家。 尽管充满恐惧,我们还是决定进入洞穴探险,希望能找到失踪居民的踪迹。 既然我们已经在这个洞穴里了,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,希望在这里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。 在洞穴深处我们发现了更多迹象,表明洞穴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,那些居民去哪了? 我们明明看到它们走进那个可怕的洞穴,然后就消失了,我发现了看起来像是怪物爪子的脚印,看看这些脚印,它们看起来像是某种怪物的爪子,这个地方越来越可怕了。 我们在洞穴内部发现了多个骨架,看这些骨架,显然以前有更多的人在这里,不知为何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余生,这些发现使得整个探险充满了未知和恐惧。 那些居民去哪了?好像他们真的在这个洞穴里消失了,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向我们开玩笑? 所以我觉得村民真的消失了,我感到疲惫不堪,我们已经走了这么久,我的腿都累了,我真的很困,姐姐你还记得我们要去哪里吗? 米奇我觉得我看到了什么,那些居民是什么情况,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。 姐姐我们应该让他们走吗?我们发现了那些失踪的居民,但情况似乎并不乐观,他们看起来很可怕, 我们该如何拯救他们?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?他们为什么会处于这种情况? 米奇你听到了吗?那是什么声音? 这个声音使我们意识到情况可能更加危急,我们得快点离开这里,不然出了事我们可能没法及时离开。 如果不快点行动,我们可能也会和那些居民一样被困在这里,必须加快步伐,希望我们能安全防徽。 姐姐走快点,你跟上我了吗?我们得去警署,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? 我们决定向当地警察汇报这一切。 告诉警察是个非常明智的决定,这里是警署,我们来得这么快,我甚至没意识到我们是怎么到的。 姐姐米奇你们来这里做什么?发生了什么事吗?你们这么晚来警署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? 警察先生你说的对,我们首先听到洞穴里传来的可怕脚步声,看到居民们朝那里走去,跟着他们我看到了脚印可怕的水和冰冷的骨架。 最后我们看到了看起来很可怕的居民,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个可怕的声音,然后我们从洞穴里逃了出来。 姐姐米奇你们可以先去休息,我们一定会检查那个可怕的洞穴。 再见警察先生,我们回家吧米奇,我实在受不了了,我真的很困,我们明天还得去水上公园。 我们已经被告知,这个洞穴的居民已经消失变成了怪物,我要去查查看,如果我十分钟内没回来,你们就跟随我进洞穴,我决定再次探险以揭开所有的谜团,与此同时请你们在这里等我,洞穴里可能有陷阱,居民看起来很奇怪,好像已经变成了怪物,为什么他们要攻击我? 这种突然的威胁让我意识到情况可能比想象中还要糟糕,情况太糟糕了,我没带枪。 姐姐为什么我们不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睡觉呢,你觉得怎么样?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,我们的猪发生了什么事,我们的家园也许也遭受了未知的影响。 猪的状况极差,他们看起来很糟糕,为什么他们的状态这么差,他们不吃玉米了。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,一定发生了什么事,但我们只离开了一两个小时, 他们怎么变得这么糟糕了? 我们现在要吃什么呢?我明天早上真的想做培根,我们需要找出这是怎么发生的,也许是怪物干的,记得我们看过的电影发生了同样的事情。 我看到警察先生了,为什么他朝我们走?也许他有什么要告诉我们。 姐姐米奇你们好,我刚刚得知我们的警察都在洞穴里,他们都消失了,警署里没有人,辖区也没有居民,你们是剩下的唯一的人。 我请求你们帮我救大家,这里有武器,这些都是非常酷的武器,我们可以用来击败任何外面的人,你们准备好帮我了吗? 我们决定接受这一挑战,不仅为了自己,也为了整个村庄的安全,我们也想救村民。 所以我们决定深入洞穴,我们总是准备好帮助我们村庄的人,当然我们同意帮助警察保证大家的安全。 米奇和我准备好帮你了,警察先生你可以指导我们。 我们再次来到了可怕的洞穴,准备面对可能的敌人,如果你准备好了,我们就去击败他们找到我们的人民。 我想我看到他们了,我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,你小心接近他们,立刻射击他们,他们有这么多人,快点射击他们。 警察先生,这些村民已经变成了怪物无法救赎,我们至少应该找到警察。 一旦我们把村民清理干净并救出他们,我们的目标是拯救尽可能多的人。 我不认为他们已经变成了怪物,他们很强到我们比他们更强,我们可以打败他们。 我们的决心和勇气带领我们前进,战斗越来越激烈,我们的生存受到严峻考验我们将摧毁敌人。 敌人数量众多,我没有多少生命了,我们需要战略性撤退,一个一个的设计他们。 以聪明的方式打败敌人,米奇别站在原地,警察先生在哪呢? 我认为他在我们后面射击,我们在团队中互相支持,共同面对挑战。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敌人,我们面对的敌人数量超出了预期。 上次我们来这里的时候人少得多,可能在此期间更多的居民变成了坏蛋,但我们可以击败他们所有人。 居民们越来越少了,比起我们赢了。 站住,你这个怪物,你以为你可以就这样从我身边逃走吗? 你这只猪,我说停下来,停下来,我会追上你,然后你会后悔的。 我要吃掉你,把你变成烤猪排,我会用打鼓式把你点燃,你给我站住你这头猪。 想要哪里跑,看我点火,哎呀,坏了,点错地方了,这可咋办,不是我干的,是那头猪干的。 不行,我不能在这待着了,我得走了,好像火势越来越大了。 天啊,我做了什么,不能让那条看到我,我必须要赶紧走,你这头猪都是你的错,你赶紧去给人家承认错误。 我的猪排应该是烧好了,可以吃了,那将是一顿超级美味的饭,多好的味道,多好的味道,我爱这一切。 我的妈呀,这啥情况,天啊,那是什么鬼东西,哎呀呀,我的天,我家怎么着了,这里发生了什么,为什么会着火? 嘿,那是米奇,他是在逃跑吗,这是他干的我的天,哎呀呀,完蛋了,这个木板被烧得太快了。 气死我了米奇,绝对是他,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,我不会让这件事轻松过去的,抓紧拿走资源,先把贵重物品打包,都烧毁了,所以我得找个地方住。 气死我了,米奇这个小子居然敢挑事,那就不要怪我收拾他了,我有一个好主意,我会在那里建立一个秘密基地,因为那里是米奇房子的地下。 对,就是这个地下溶洞,我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工作台,就是为了标记这里,以前的无心之举,竟然真的用上了,洞穴会非常凉爽和新鲜,正是我想要的。 当然我得搞几个炉子用来清暖,顺道建立一下秘密基地,我已经喜欢这里了,怎么样兄弟们,是不是很温馨? 接下来就是恶作剧米奇的时刻了,我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锤,如果这个东西砸在墙上,会让原石四分五裂的。 我要给米奇一个惊喜,我要捶爆他的地板,这只是我复仇的第一个恶作剧。 哎呀,那条的房子烧了不会知道是我干的吧?好家伙这什么情况,地板在颠簸,该不会是地震了吧?我可是最怕这种灾难的,会不会是老天在惩罚我呀?可是我不是故意点燃那条房子的,应该多管那头猪,他才是罪魁祸首。 我雷个洞呀,这是咋的啦?这到底是什么?真的是地震吗?哎呀妈呀,天啊,他怎么如此成立了呀?哎呀好可怕,地板都爆开了,坏了,有出事呀?我不是故意弄坏人家房子的,我不会被诅咒了吧?停下来,快点停下来。 天啊,那里有个洞,看来是一个洞穴搞的鬼,吓死我了,我还以为我被诅咒了呢?接下来我该咋办呢? 我觉得填满这个洞穴就行了,想填满洞穴,哪有那么容易,让米奇尝尝大蜘蛛的滋味,他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蜘蛛洞穴的。 好像不地震了。 我的天呀,那是什么怪物,你我眼点大蜘蛛,不然我毁了你。 天啊,这位啥有这么大的蜘蛛呀,烦死了。 不行,必须送他去吃席,要不他肯定会毁掉我的房子的。 我可不想让自己的房子变成盘丝洞。 愚蠢的家伙,回眼点,这里是我的地盘, 你赶紧滚回你的洞穴,终于干掉了,烦死我了。 嘿嘿,我是无敌的,谁来了都不行,因为我有很多资源,下面是不是还有别的蜘蛛呢? 我很害怕去那里,不过我还是要去清理一下,要不以后天天地震,这谁能说得了呢? 拿一些钻石做装备吧? 哎呀呀,这咋的啦?怎么钻石在不停减少呢? 我也花了吗?不对啊,没有啊,钻石真的在减少。 我的天,不对有情况,这下面怎么了? 好家伙,竟然是漏洞,这里有人,果然不出所料,有人在窝座去针对我。 好家伙,别让我抓住啊,我一定踹他屁股的,看来有人一直在下面,所以蜘蛛一定也是别人搞来的。 天啊,这里居然有人居住,真的太吓人了吧,我都不知道谁在监视我,看上去挺不错的,我不介意有这样一个基地。 我喜欢这里,我很想知道这地方是谁的,被我找到我就送他去吃鞋,然后这里就是我的了哈哈。 不好,好像有人在里面,那个人就是米奇,看来他发现了这里的秘密。 不行,我得扔一些烟雾蛋,不能让米奇看到我的样子,我还要恶作剧他呢。 天啊,那是什么鬼东西?怎么冒大烟了呀? 快乐前面看不见了,我不能乱动,因是从哪里来的? 好机会他不乱动就更好了哈哈,先给他困起来,吓唬一下他。 我勒个动呀,这怎么出现牢笼了啊?我觉得我真的被困住了,但是我没看到人呀,快乐该不会是鬼魂吧? 哎呀,好像真没有人,不行,他可怕了,我的赶紧搭梯子离开这里。 哈哈,你们听到了吗?米奇真的吓坏了,他离开了正好,我可以继续我的热作剧了。 我记得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空道,我想我可以利用这里的一切。 好的找到了,这里的铁块是米奇自己建造的,这里是他家的下水道,非常恶心。 不过呢,热作剧也就从这里开始了,上面链接的是米奇的厕所。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意,在马桶下面放一个TNT会怎么样呢? 只要米奇使用,TNT就会被启动哈哈。 哎呀,肚子好疼,不行了,我得解决一下,我好像感觉哪里不太便呀? 什么情况啊? 米奇你也看到这个了吗? 是的,有一条通往天空的轨道呀。 看起来十分的神秘。 那太好了,我最喜欢冒险了,让我们看看还能找到什么。 我打算选择这个绿宝石的轨道去探险。 好吧,那我就选择这钻石的轨道吧,这条轨道通向哪里呢? 管它呢,等我们到达终点不就知道了吗? 逗逗呀,我们既然来到了太空中,这太壮观了吧,我以前从未去过太空。 米奇等等我,你跑那么快干啥?万一前边有危险怎么办? 我们来到了一个星球呀,逗逗,这简直太棒了呀。 这些行星是由钻石和绿宝石组成的,那么这个绿宝石星球就是我的啦。 总感觉有问题,该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在我身上吧? 也行吧,我躲进这个钻石星球中,如果有危险也可以抵挡一下,我会留在这里生活。 但是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周围的某个地方看着我们,不过也可能是错觉,那我们现在好好的生存吧? 这里竟然还有一些装置,是关于一条路的,我有点不明白,拉下拉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? 现在我明白我激活了什么,这很酷,我可以去麦奇的星球了。 逗逗你个臭不要脸的,刚开始你就要作弊吗? 你别搞错了,我啥都没干呢还? 我不听你的狡辩,你看看这是什么? 我去,啥时候你就有傀儡保护了呀。 那你就别管了,既然你又要作弊,那我也不客气了。 好吧,不管我说什么,你也不听,不过你还是会失败的,因为,因为这个墙还可以收回来。 哎呀我去,你这小子够阴险,逗逗你毁了我的回来,我们的大战这就开始了。 我希望你只是在开玩笑,如果是真的,那我就要准备侦查一下对面了。 现在我知道麦奇很有攻击性,所以我必须为将来做好准备,他会突然袭击我的星球,我不会让他轻易得手的。 他在干什么?储备战斗的物资吗?我得研究一下他到底要干什么? 没想到这星球后面还有一个秘密,好家伙这小子制作了这么多强壮的傀儡了。 不对呀,他和我同时上的各自的星球,他怎么做的铁傀儡呢? 这个是太蹊跷了吧,而且为啥是铁傀儡?难道不是绿宝石傀儡吗? 不管怎样,这是什么样的机制,或者它是什么,这箱子有古怪,我去,傀儡核心,这万一麦奇怎么会有呢? 不管是啥情况,我得拿走他,这样他就不能再制造这些傀儡了。 现在我也要有自己的帮手了,到时候麦奇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嚣张了,但我还是有很多疑问, 这个东西我只有在村民那边听说过,先不管了,我也可以等待傀儡的制造了,我希望他尽快加载, 这样我的星球也有了一层保护机制,好的已经开始运行了,现在我要去干点别的。 天啊,这特喵是什么?该不会是UFO吧?这块太空领域难道还有外星人吗? 他该不会要招我做实验吧?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。 哎呀,他去了麦奇的星球,我看到麦奇挺嚣张的样子呀,这是怎么回事?现在这不是开玩笑了,似乎UFO对麦奇非常的不满意呀。 这是梦吗?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,好像麦奇消失了呀,我去这怎么能行呢? 虽然我们俩总是拌嘴,但他还是我的朋友,可是我要怎么做呀?他好像抓走麦奇,然后一溜烟就飞走了呀。 还有麦奇的星球发生了什么?他在哪里?该不会真的被抓了吧?这怎么解释呢? 好吧,我不能待在这里了,万一那个UFO呆会回来抓我怎么办?我得想想办法救出麦奇。 哦,对了,还记得那个傀儡核心吗?竟然真的制造出来了傀儡,我朋友被外星人抓走了,我们得去救他。 Yes, sir! 但我不知道如何赶上飞碟。 Securing position, Gear of reporting。 我怎么感觉他们似乎能扫描到敌人的位置呀?真的是让我太惊喜了,看来麦奇有救了呀,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 Enemy spotted, weapon ready。 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,这东西还会变形呀,傀儡直接就造出来一艘太空船嘛,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,我希望我们能起飞,因为我感觉似乎太重了吧。 我却还能锁定目标,这就准备进攻了呀,我看到那个位置了,似乎在我们星球的不远处,我觉得还是要绕行一下来更好一点。 来吧,伙计们,我们需要飞过去,不要正面冲突,这样他们就不会注意到我们。 毕竟我们要救援麦奇,怎么感觉这个平台上的人比较眼熟呢? 我刚才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,但会要好好的确认一下这里的外星人,是不是越看越像村民呀? 我就觉得不对劲,从地球可以直接来到太空,看来这些村民在隐藏着什么,必须要把他们全都干掉了。 干打我和麦奇的主意,你们真的是胆子够大呀。 我就知道,豆豆你会来救我的,这些村民隐藏着大秘密,我们俩无意间竟然来到了这里。 我想知道他们要做啥坏事呢? 他们要把我们世界的宝藏全都挪走,就是那两个星球,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外星科技,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傀儡,而且他们还想在我们身上做实验。 这也太可怕了,我们还是赶紧溜吧,这里似乎不是很安全,回去之后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,想知道我们会如何对付村民吗?那你就点赞收藏观看下一集吧。 一定要点赞收藏呀,不然明天就看不到我啦。